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今天要來PK 明星親子料理PK賽的兩位來賓 我只能說他們兩個是 不是冤家不具頭 他們兩個是很會吃啦 看他們的身材 尤其是其中一個 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那會不會煮我倒是不知道 我們趕快來介紹這兩位來賓 歡迎趙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竹先生好 好 歡迎小梁哥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 有我世家弟弟 還有我們檳榔哥哥 我們要來做菜跟小朋友吃 你覺得取教世家弟弟 檳榔哥哥小朋友會開吃 人家什麼葡萄姐姐 香蕉姐姐都可以 那檳榔哥哥為什麼不行 檳榔基本上 也是一種水果 世家也是一種水果 哪裡不對了 因為檳榔讓人家感覺就是有點糟 對啊 你知不知道 因為吃就要吐 那比如說用一些 支援回收的概念 檳榔渣哥哥 支援回收 膳食纖維 檳榔渣比較好有膳食纖維 對啊 營養師都鵝肉 等一下… 我們現場的小孩 你不要對小孩發火 好 我們營養的部分 我們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嗨 大家好 我是怡玲 我是知道趙哥其實上片各大節目 吃遍大江南北是很會吃 但趙哥 會煮嗎 其實自己常常也會在家做一些吃的 因為我十八九歲的時候 就在那個餐廳當過三廚二廚 真的啊 對… 你去做 他就是剪菜的 洗碗的 就是他的工作 剪那個蘿蔔皮啊 那個最基礎工作都是我 通常三廚還是不能碰到那些 吃了都輪不到我 所以就做什麼切菜 備料都輪不到我 我只能負責清潔 真的啊 對… 所以你跟我們秀說 你有當過三廚然後呢 我當然是從三廚慢慢爬到二廚 爬到二廚開始做到備料 對 所以是會做菜的 會做… 有基本的概念 是 好 那個大廚 聽說失蹤半年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吃 不要亂講啦 對 越南是我三廚 你承認了… 我們等一下有小孩 你們兩個不要在現場打來打去 不會啦… 但是呢 我其實滿期待趙哥的啦 因為趙哥自己會吃 你知道嘴巴很挑剔的人 通常做出來的料理 應該都是有合格以上的分數 再加上他又做過二廚 應該這樣講 基本上對這個廚藝的料理 不會差太多 對 不會差太多 會比一些沒做過的人 基本上做得好吃多了 我不好說誰 現場 我不好說誰 我跟你講 接下來這位 小梁哥自己當爸爸之後 是… 他根本就自己也都不會做 我不知道你 你為什麼今天這裡來混通 我之前也是知名 美食節目的主持人 對… 再加上…對不對 最近我的小孩 就開始吃副食品 十個月了 沒有那麼喝奶了 要吃一些副食品 但是虎毒不食指 我怎麼可能會做給我小孩吃呢 所以我要做的時候 我老婆他們就一直阻擾我 我其實很會做 你不是都放安靈藥比較多 沒有 大潮的話就算是 但是有一些中耳所 御英班 但是重點是副食品 都是打成泥 給小朋友吃 你哪沒有處理可言 可是又有一些 比如說像一些茶碗蒸 或一些煎蛋 蒸蛋 你可以給他吃 你會喔 蒸蛋很容易 真的嗎 打個蛋花 然後放進大銅電鍋 弄出來就好了 對 對 很簡單 但你知道我們今天 是要來現場PK的嗎 是 你會 你真的會嗎 OK 今天做這一道 保證從兩歲到兩百歲都喜歡 真的嗎 才會活兩百歲 反正把兩百歲還叫出來 現場沒什麼反應 魚片極境 魚片極境 不過你今天跟趙哥PK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點壓力 因為畢竟他做過二廚 趙哥是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能用蠻鏡 我們要用巧鏡來取勝 說得好 所以今天大家知道我的菜名了以後 就會判我獲勝 真的假的 可是因為今天要來判斷的 不是我們 是小孩 小孩最難伺候 小孩你覺得難伺候嗎 對 小孩的那個口味 跟我們大人的口味 是真的有過差 我講真的 對 因為如果我們大人喜歡吃 小朋友不見得喜歡吃 對 你在那個料理裡面 放起司 玉米 再炸一下 小孩就很愛吃了 對 他們都喜歡吃甜甜的 或者是有油炸過的 對 就喜歡吃這個什麼 膽固醇比較高的這種食物 小朋友不怕膽固醇 你給他吃青菜 給他吃水煮的 他就是不會吃 放一點蛋就成功了 所以今天兩位都是有備而來 而且聽說兩位都是為了小朋友 特地設計這道料理 當然小梁哥是說 他要獻血獻賣 因為那個料理 是我們剛才教他的 沒有這一段 我沒有這一段是不是 他為什麼製作人跟我講 是我的拿手菜 拿手菜 製作人可能恕罪 對 他講的話不準 好 我們等一下就看看小梁哥 來做做他的拿手菜 不過在看 要來看兩位PK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看 我們的美食特派員大愷 今天去市場幫我們找了什麼 特選料理 我們要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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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老闆 你好 我找你找很久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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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一攤厲害了對不對 人家說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對 沒錯 One Apple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這樣說得對嗎 沒錯 沒錯 蘋果的種類 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富士五爪蜜蘋果 王林加拉史密斯 然後這個算是台灣 常銷熱賣型的蘋果嘛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因為蘋果的種類 百百塊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進口的又很多 到底要怎麼樣 挑一顆好的蘋果 第一個 東西第一個就是種就好了 東西要種 就有水分 可是有些 又新鮮啊 五爪蘋果那就是輕輕啊 都有 它有先種 因為五爪蘋果大部分 它都是有辣 五爪的有辣 五爪有辣 但是它會不會種到上面都是辣 不會啦 因為它是要出口嘛 出口是要保鮮嘛 那一層辣是保鮮 所以那個是可以食用的辣 不行 那也是盡量是不要吃啦 只要聽到辣就不敢吃了嘛 對啊 因為我們一般小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都說 買蘋果有沒有 我怎麼會拿下面那個 有夠甜的 像這種就是會看起來亮亮的 有沒有 媽媽就說這個上面有辣 這個上面是有嗎 其實不是辣 它是果粉的官員 每一種水果它都有果粉 這樣子 那我們平常買回去之後 怎麼樣做清潔 可不可以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第一個你就是洗 就是用清水泡一泡 然後用火水流一流 然後洗一洗拿起來 那個是沒有辣的 那有辣的話你就用溫水 用溫水 你用溫水泡一泡 然後再洗一洗 因為辣碰到熱它會融化掉 然後起來再洗 要不然就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削皮 直接洗 可是我聽說皮上面的營養素 非常高對不對 對 對 因為它連皮吃 對我們心臟血管很好 對 而且我最常看到 就是那種外國隱旗有沒有 老外都這樣子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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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好的 就開始吃了 因為他們在他們本國裡面 他們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所以他們是沒有上辣 沒有辣 對啊... 醫生有提醒消費者 就是家裡面的蘋果 假如說你要把這個 殘餘的農藥跟辣洗掉 基本上就是讓它像活水一樣 對 通常殘餘的農料 都是水溶性的對不對 只要活水下去洗 我們就想像一下 上面塗滿了水彩 然後其實你沖水就可以洗了 對啊... 厲害喔 這個是現在最流行的 櫻桃蘋果對不對 對啊 直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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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洗 不用啦 保證滿意 蝦罐 甜又吃 吃又多 這口感起來讚 吃了會說我還要 給我 我還要 好難喔 那它這個是什麼特殊品種 這小時候剛才有沒有 其實這也是蜜 它叫蜜蘋果 這也是蜜蘋果 對啊 因為它小顆 這麼小顆這麼可愛 所以要把它請名叫 櫻桃小蘋果 但是呢 至於蘋果要怎麼料理呢 我們馬上交還給棚內主播 預備 我們今天特選食材是蘋果 然後你知道有一則新聞 其實跟蘋果也息息相關 如果呢 你平常沒有那個感冒的症狀 但是你晚上有時候會一直咳 而且是晚上夜咳 越咳越厲害的人 你可能要注意了 到底夜咳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最近有沒有哭哭嫂 有 有喔 身體沒有感冒症狀 偏偏晚上睡覺 總是咳嗽咳不停 特別是最近幾天 夜咳現象更普遍 不少家長擔心的 帶著孩子上小兒科 原來是天氣又冷又毒惹的禍 冷空氣刺激呼吸道 小朋友最敏感 有事沒事就在床上酷酷嫂睡不著 爸爸媽媽可要多留意 衣物有沒有真正達到保暖效果 兩個地方肚子脖子 可以用防梯背 或是穿領口高一點的衣服 如果咳嗽反而是帶痰或是會喘 就要小心可能是疾病 最好趕緊就醫 最近其實感冒的人真的很多 然後最近有一則新聞也說了 因為得到流感 然後併發重症的 其實已經增加到21例 而且死亡的已經5例了 然後如果咳嗽的話 大家真的想說 很多老人家都說咳嗽最難治好了 你可能感冒好了 醫生有講 對 那個是廣告台詞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那是廣告吧 可是問題是我們都知道 咳嗽不能脫 但咳嗽永遠治不好的感覺 到底我們今天咳嗽 跟那個呼吸系統 跟我們今天的食材 蘋果有關係嗎 其實蘋果大家都會覺得說 有一個成語叫做一天一蘋果 那個醫生醫院 對… 聽起來它就是很健康的水果 它主要跟咳嗽的原因在哪裡 就在它外面那一層皮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鼓勵說 我們吃水果最好連皮一起吃 對 所以剛剛那個新聞其實 蘋果的皮 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叫做虎皮素 虎皮素 它這個是植化素 然後針對一些 比如說莫名原因的夜殼 或是晚上的時候 它會覺得喉嚨癢 甚至於喉嚨乾 或現在其實PM2.5 那個空氣汙染還滿嚴重的 所以這時候預防這些 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或是病毒的話 其實我們會建議 就是如果你要吃蘋果的話 那最好連皮一起吃 可是我們剛剛在新聞也有看到 我又不知道它上的是什麼蠟 如果說你一般的食用蠟的話 我們用溫水泡一下還可以 但如果是用那種工業用蠟 洗車那就是你的 可以拿洗車的蠟去塗蘋果 那可以試試 剛錄之前 阿姨佩講說它的那個蠟的 不是 蘋果的味道 跟它車子的味道是一樣的 沒有啦 所以我們如果沒辦法判斷怎麼辦 其實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說 你蘋果的蠟還是可以洗乾淨 我們用那個菜瓜布裡面 比較軟的那個黃色的那一層皮 有沒有 然後在溫水下把它刷乾淨 那如果真的不確定的話 那如果你每天就要吃蘋果 那頻率很高的話 我們建議削皮算了 那為什麼要削皮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皮是營養成很高 那你沒辦法確定它安不安全 削皮之後你可以用什麼取代 譬如說有些食材 它裡面的營養成分 跟蘋果皮營養成分一模一樣 譬如說像是那個洋蔥 對 然後或者是說 現在的柑橘類的東西 譬如說柳丁 橘子 甚至於櫻桃裡面 它都有剛剛我們提的胡皮素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吃那個有辣的皮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取代的方式 但不過如果說 我倒是覺得 如果說真的要選擇 沒有辣的這種蘋果 有一個特點 就是台灣的蘋果 像我們台灣的蜜蘋果 幾乎沒什麼辣 所以倒是可以選擇台灣的 有那種高山的能種出的蜜蘋果 現在搶翻天 一出來大家都搶完了 所以可以選擇沒有上辣的蘋果 但是你知道前一陣子 不是有很多女生吃蘋果減肥 什麼蘋果餐什麼 蘋果真的會有飽足感嗎 我很好奇 蘋果減肥有一個技巧就是 你要把它吃在飯前 飯前 對 飯前 因為蘋果裡面本身第一個 它有粗的膳食纖維 然後它存在於所謂的外皮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有所謂的果膠的部分 它是比較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它在果肉裡面 你吃進去之後 因為我們也會喝一點水 水之後會把這個所謂的纖維 會把它膨脹 所以它會占掉你胃的體積 所以對減肥來講的話 如果你飯前吃一點蘋果的話 那你這一餐就不會吃太多 所以蘋果減肥法 不是說你每天吃6顆蘋果 不是用這個方法 而是把它吃在飯前那半顆蘋果 加一杯水 這樣子其實可以有助於你減肥 可是你知道很多老人家 還有小朋友 他們都不愛吃蘋果 就覺得要咬很麻煩 爸媽就想說 乾脆柳丁就打柳丁汁 蘋果就打蘋果汁 蘋果汁可以嗎 其實宜沛講到一個重點 現在很多人喜歡喝一些純果汁 如果你真的要打蘋果汁的話 你會發現 你大概要10顆的蘋果 才可以打成一杯 就是大概300到500CC的這種果汁 可是你裡面全部的渣都去掉 我們把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一些虎皮素 還有膳食纖維 還有果膠 全部都去掉 你這一杯其實就是果糖 果糖就會造成肥胖 所以就乾脆 就沒有吃到蘋果的營養 所以蘋果汁給趙哥喝 我們吃那個渣 就可以了 那可是他才是渣 你剛剛不是 你剛剛說的 你剛剛就這樣 你這麼渣 這麼渣 你們兩個過兒子 你們兩個過兒子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人家說冰郎渣 冰郎渣哥哥就是他 又是你說又不是我說的 趙哥 趙哥先來 今天用蘋果做什麼料理呢 我今天要做的蘋果的料理就是 甜甜的蘋果圈 就像那種洋蔥圈一樣 拔便的蘋果圈 那是有經過這個油溫的那個炸過 對 我覺得你是殺手劍 因為小朋友沒辦法拒絕炸的食物 是吧 而且蘋果炸起來以後 還聞起來有那個果香味 特好 可是你的菜名前面有甜甜 前面覺得好噁心 不是 你乾脆加一個小好了 小甜甜 蘋果圈 然後冰郎哥哥製作 你的什麼菜 我的菜 我的要來的是 來…你的是什麼菜 看好了 各位觀眾 香檳薯泥沙拉 可是我覺得這個料理 跟你這個人好不搭喔 那甜甜 蘋果圈跟他有什麼搭 搭 搭 為什麼不搭 是因為我們平地圈的吧 沒有啦 不會 你看著做結束香檳的料理 很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有炸物跟趙哥比較搭 但你那個感覺是那種 親手女會喜歡的那種 finger phone的 因為光是沙拉那沒什麼心情 對不對 我們最主要的是 下面有一個這個中的感覺 對 弄得就是很像那種吃燕窩 下面的那個鳥巢的感覺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整個料理就提升了起來 跟那個什麼甜甜蘋果圈 那種路邊攤 好像感覺雙胞胎 這雙胞胎很像 對… 就露掉了嘛 我跟你講今天不是 就是你知道 不是口水戰 我們待會兒是小朋友 真的要來吃要來投票 好 我們今天還有四位 小小美食家來幫我們當小幫手 另外還有評審 我們來介紹的是 Ryan Roy Jasmine 以及Rachel 好 歡迎四位小朋友 好的 小梁哥率先登場 要做的是香檳薯泥沙拉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有包括了馬鈴薯一個 雞蛋兩顆 小黃瓜適量 蘋果一顆 紅蘿蔔一根 鹽少許沙拉醬適量 細麵粉一把 唉唷 細麵粉一把 好酷喔 它其實就是 黑胡椒隨意 就是麵線的意思啦 你也不清楚你今天的食材 對不對 沒有 我很清楚 它這個細麵粉就是一個食材 麵線啦 細麵啦 細麵一把 因為小梁哥今天做的這個料理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 感覺有點像創意料理 對 那怎麼做呢 會不會很難 其實還好 連我都會做 你也可以喔 好的 今天小梁哥要做這道料理 我們幫他請到兩位小幫手 分別是Jasmine還有Roy 那我們可不可以麻煩你 幫我們拿這個紅蘿蔔 小黃瓜還有蘋果 要幾個 隨便 你要幾個就幾個 一個 一個 太少了 十五百二十八個 對啊 你可以找到十五百二十八個 去拿來 與其我們在這邊conversation 不如你們趕快去拿 小黃瓜 紅蘿蔔跟蘋果 認得啦 小黃瓜 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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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顆就好了 還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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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太多 好 好 拿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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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都拿對了 包括有我們的小黃瓜 小黃瓜 然後紅蘿蔔 還有蘋果 今天最主要的食材 對 那這道料理呢 我覺得是看起來有一點難 但是小黃哥說做起來滿簡單 不如我們就來試試看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先要把最困難的一個步驟做完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鳥巢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很簡單 就跟你說不要拿過去 剛剛那個細麵線不是講的嗎 有一把細麵線 那細麵線一把嘛 中間有個紅繩子的那個嘛 細麵線 你就先把它拿去汆燙 汆燙完了以後呢 要把它撈起來對不對 撈起來以後泡一點冷水 泡冷水 穿燙不了啦 一定要煮熟啦 對 要煮熟 因為因為 等一下不好意思 請問到底是汆燙還是煮熟 呃 趙哥說汆燙就汆燙囉 他說是煮熟啦 趙哥說煮熟就煮熟囉 到底是汆燙還是煮熟啦 把它煮熟以後 因為這個等一下他們要吃的嘛 對不對 煮熟了以後呢 然後呢 拿起來泡一點冷水 對 讓它有一點韌性 是 用一點韌性 然後先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碗 嗯 這個碗呢 然後在這邊呢 我們稍微抹一點油 再碗旁邊抹油 哎呦 感覺不錯耶 我好想吃啦 是外圍喔 對… 然後呢 我們再抹一點油嘛 抹在這上面 在外面抹 幹嘛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拿去烤 對 你烤它才會固定嘛 然後還有上色 顏色才會好看嘛 對不對 你先抹完了以後呢 然後再把麵條呢 好 在這邊示範 對 麵條放在上面 哎呦 但要怎麼鋪呢 就隨便鋪是吧 沒有…你要鋪得均勻 對 才會像這樣 烤起來會變這樣啦 對… 鋪好了以後幹嘛呢 這個好香喔 拿去我們的烤箱 烤個30分鐘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了 烤30分鐘就會變這樣 對… 像點心麵一樣 對…它就會凝固起來了 這好像是 我們去吃那種港式料理店 它會有的那個什麼 廣州炒麵之類 就是有點像炸麵的那種感覺 你講那個是雙麵黃 雙麵黃 對…雙麵黃 雙麵黃那種感覺 OK 所以就把它鋪上去之後 進烤箱烤 放到烤箱去烤 30分鐘之後 出來成品就會變這樣子了 對… 我們剛剛已經先烤好了 整個質感都不一樣 而且這個從頭到尾都是可以吃的 對…好 這個是我們的底座 是… 那接下來上面的部分呢 上面的部分呢 那因為我們就有馬鈴薯呢 先要蒸過 對… 把它蒸熟嘛 熟了才可以吃嘛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水煮蛋 那這個其實喔 你放在這個電鍋裡面 也是可以吃 是… 也是可以把它蒸熟 對… 帶來了一個祕密 是不是 對…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東西很棒呢 你看我們這邊 你這該不會是東西 放進去切完 等一下有紅蘿蔔嘛 對不對 對… 紅蘿蔔放進去 我們來示範一下 放進去以後呢 對 輕輕的把它壓就好 不要太用力 所以它切丁就直接這樣弄 對 那其實很簡單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跟小朋友 一起互動了對不對 來 我們來互動 1 2 3 對 就是這樣 好方便喔 對於你這種不太會做菜的人 很OK 那蘋果也要切丁是吧 對 互動 1 2 3 好 蘋果來… 不會啊 也是可以啊 小朋友力氣比較小啦 對啊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它就自己可以選擇大… 就是你要切丁 是大丁還是小丁 小丁 OK 1 2 3 好 Yeah 然後呢 幫我們切成丁之後 那馬鈴薯你要怎麼樣 馬鈴薯很簡單啦 馬鈴薯這邊呢 我們就是把它拿出來以後 對 用湯匙把它壓成泥 OK 把它壓成泥 蛤 等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啊 請問一下 我有問題 請問為什麼你不在碗裡面 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不在碗裡面壓成泥 因為它一壓了以後 它會擴散 所以應該要在碗裡面 在壓碗裡面 你不是會做嗎 你不是很厲害 對 好 所以先再把馬鈴薯倒成泥 對 OK 這樣就有薯泥的感覺 對 喜不喜歡薯泥 是 不喜歡 謝謝 不喜歡 那喜歡薯條嗎 對 喜歡 這薯條不健康耶 好…這個給我 好的 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還有蛋的部分 對 這個就是水煮蛋 水煮蛋 一樣也是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要把它弄水 我怎麼覺得 翔哥在做料理的時候 很像是半家加酒汁類的 不是 你跟小孩子就是要這樣子互動 對不對 但是煮米沙拉 確實給小朋友吃的沙拉裡面 我們建議其實還是要加蛋白質的東西 蛋是最方便的 要不然其實有時候可以用一些鮪魚 但是 稍等待 稍等待 我怎麼覺得 翔哥在做那個料理的時候 很像是半家加酒汁類的 可是你跟小孩子就是要這樣子互動 對不對 但是煮米沙拉 確實給小朋友吃的沙拉裡面 我們建議其實還是要加蛋白質的東西 那蛋是最方便的 要不然其實有時候可以用一些鮪魚 但是 稍等待 稍等待 對 你說有加蛋是很OK 那接下來小陽哥要加一個是沙拉醬 沙拉醬的部分 你有看到營養是在瞪你嗎 不是 沙拉醬有什麼問題嗎 沙拉醬熱量還滿高的 熱量滿高 對 小朋友還OK嗎 其實如果是瘦的 比較瘦的小朋友是OK的 但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提借吃好的油脂 那沙拉醬我們可以建議加一半 那如果家裡有一些堅果 所以可以把堅果弄碎 然後把它撒上去 那就可以取代一半的這種沙拉醬 還有妳剛剛說的鮪魚 對不對 對 沙拉醬因為現在冬天 給小孩一點熱量OK啦 對 好 你說OK就OK OK啦 然後我們剛剛把它壓的這一個 有沒有 對 這個也要把它一起倒進去好不好 你們好 他們給你回應你也沒有給他們pickback的意思 他說好沒有有一個人說好就好 另外一個我知道他就是來跟我唱反調 快叔叔在那裡 是我拜託人家冬冬就講你一般就很快 好 現在呢 馬鈴薯泥跟蘋果紅蘿果胺 好香喔 你們看 超香的耶 喜不喜歡 快叔叔做的 沒關係 你絕對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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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口水 哪有亂講沒有 我們都有帶手套 對 好 其實如果是用紅蘿蔔的話 因為 熱 紅蘿蔔其實需要一點油脂 所以剛剛其實小楊哥用一點沙拉 這樣也還好 但是今天還是用堅果 然後因為其實小朋友 吃紅蘿蔔要注意就是 不要天天吃 大概每隔兩三天吃一次 因為他吃了太多紅蘿蔔 有時候會變黃 但是它是很好的食材 對小朋友來講護眼是很好的 對 請問一下小黃瓜 你有要加的意思嗎 小黃瓜它其實在旁邊 當作是一個擺飾 會更漂亮 是嗎 對 因為小黃瓜它容易 放久了它會容易腐壞 它會收掉 了解 所以你放在這裡面 可能不太適合 對 好 剛剛小楊哥把倒好的那個泥 要把它加到這個中裡面了 對 而且重點是因為 你加的沙拉醬之後 它就不會跑出來 對啊 它就不會跑出來 而且你一般的 如果是那種液體的話 它可能就會流出來 但是沙拉醬這樣不會 看起來營養又可口 對 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歡 對不對 對 因為外面像這種麵 麵線做的 有的可能是去油炸的 小楊哥其實用烤的方式 其實也滿好的 對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會加一些 有的外面媽媽都會加一些麵包 他今天有一個創意的做法 是 好 我們前天其實有一個 剛剛小楊哥在外面裝飾的成品 已經完成的 這一看就不是你做的 重要嗎 不重要 我們中間過程也做出來 而且不到五分鐘就做完 這個好漂亮 很漂亮 對啊 上面還有一個愛心 有蘋果 這個愛心就是我給你們的愛心 我喜歡 我也喜歡 謝謝你們兩個 謝謝 為什麼你對小孩講話那麼 沒有 沒有 我們出一個正常的部分 好 那請營養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小楊哥這道料理的營養成分 對 這道料理其實可以當成 很好的點心來源 但是小楊哥今天出這一道 我還滿驚訝的 對 因為第一個就是 它有澱粉類的東西 馬鈴薯的部分 然後它下面用麵線 其實做一個創意 是 然後另外脆脆口感 小朋友還滿喜歡的 然後它加熱雞蛋其實是 其實要是給小朋友的生菜沙拉 或是一些料理 其實我們會建議要用蛋去入菜 因為它的吸收率非常的高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現在是冬天 但是如果你夏天做這一道料理的話 沙拉一般在室溫下 它其實因為它是放涼了 室溫下它最好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要不然超過一個小時 其實小朋友吃完 其實容易拉肚子 所以今天趕快做完 就趕快把它吃掉 趕快吃是新鮮的 所以小黃瓜不太適合放在裡面 擺是OK 對 小黃瓜倒是提醒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第一個小黃瓜農藥比較多 所以它相對要洗乾淨 要不然就是你稍微要汆燙一下 讓它的農藥稍微就是把它弄掉 是 好 了解 這就是小梁哥一個創意料理已經完成 接下來趙哥的這個 很罪惡的那個甜甜蘋果圈 換趙哥登場 好 我們到趙哥要幫我們做 小朋友很愛的炸的蘋果圈 是的 食材 食材有什麼 有蘋果啦 雞蛋啦 那適量的一些麵粉 還有一些那個麵包糠 那這個麵包糠呢 其實我們就是拿一般的 平常吃剩的一些吐司有沒有 對 可以再次的利用 它就是在我們炸物之前 再做一次的那個混合以後 吃起來它的粉就皮 外面的皮比較脆一點 會酥酥脆脆的感覺 香氣也比較重 了解 那我今天拜兩位小幫手要幫你 分別是Ryan還有Rachel 兩位可以去幫我拿一下 我要用的食材嗎 可不可以 那個Ryan不要再玩了 叫Ryan Ryan 不是Ryan 記住 拿兩個雞蛋 你拿兩個蘋果 還有麵包 好不好 Go Go 記住 拿兩個雞蛋 你拿兩個蘋果 還有麵包 好不好 Go Go 覺得你有太 慢慢來 不要急 太小弟的感覺 對 有看到那邊包 Go 是 好 奇怪 雞蛋拿雞蛋 拿好雞蛋會破 OK 還有蘋果 蘋果在哪裡 好棒喔 厲害… 好 拿回來… 好 來 一起… 好棒喔 好棒喔 謝謝 看得出來 你們母親父親的學費沒有擺腳 母親父親 好 蘋果 蘋果 OK 雞蛋 還有這個吐司麵包 了解 這個吐司麵包 過會我們再說 它過會要做什麼用品 好的 蘋果 好 我們再這樣就先給它削皮 削皮這有個狀況來了 對 削完皮以後的蘋果 我們要先切片 對 但是切片各位要知道 這中間不是有那個果核嗎 對 果心 通常要怎麼處理它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這樣炸的吃化 那中間那個果核太苦澀 是 所以我們通常會拿一個湯匙 用湯匙啊 用湯匙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不會用模具去給它 鑽那個芯 對 你直接用湯匙放下去 用鑽的 有沒有 火核就鑽得起來了 是 了解 有沒有 中間那個苦澀的那個芯 跟火核就會拿起來 這樣很方便 對 就是整片的 然後把這兩個蘋果 蘋果都處理完以後呢 我們就先打上雞蛋 好 雞蛋 雞蛋 都真的會做料理 來 打兩顆雞蛋 對 他就打個蛋而已 不是 就不會做料理 打蛋是有看手勢的 不會的會這樣卡卡卡 然後這樣子這樣 大部分有些人打蛋 都用兩隻手在打 其實行家都是一隻手 一隻手 因為你這樣就是有做過二廚的 對你來講 難不倒你 難不倒你啊 對 我從三廚先拿蛋 然後二廚以後再來打雞蛋 對 好 來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碗傾斜一點 讓這個蛋液很容易就成形 就打好以後 是 好 起泡 是 起泡 打到起泡 是 起泡完以後放在這邊備用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說要用 我們這個麵包嗎 對 麵粉嗎 對不對 對 麵粉這邊也預備好了 我們給它平鋪在這碟子上面 為什麼要平鋪在這個碟子上面 是因為過一會 我們這個蘋果沾了蛋液 再來沾麵包粉 沾麵粉會讓它比較平均 了解 妳是吧 但是你看 麵包粉這時候功用來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要有這個麵包糠 就是所謂的這個叫做什麼 麵包粉 麵包粉 那麵包粉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家裡有這個吃剩的 吐司麵包 其實自己做來 很方便 沒有 因為很多媽媽現在就是會 譬如說吐司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吃邊 他就把那個邊給去掉了 那邊丟掉很可惜 我們就利用那個吐司邊 假設我們現在是 是想說我們在家做吐司的時候 邊因為有點硬硬 有些人不喜歡 我們就把吐司邊給去掉 是 那其實我是把它整片的麵包 就放下去 然後這打 因為是做乾的粉 所以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快喔 是 不到10秒鐘 對 好 這個麵包粉我們就做好了 然後一樣 而且好香喔 是 當然 我們一樣給它平鋪在這個 盤子上面 是 然後這個時候看好了 我們的步驟都在這裡了 而且你有發現嗎 趙哥是唯一一個來的來賓 他在做東西 小朋友不敢在外面吵說 我要幹嘛… 小朋友因為很危險 對 也不是說危險 我怕你們把身體給弄髒 你們衣服穿得很漂亮 所以有些步驟 我就直接省略 對 就不需要你來做 他這個就沒有跟小孩互動到 沒關係啦 沒關係 你讓他自己 讓他自己做想做 我做 你再做菜 我也再給你旁邊 也其實有 不可以講 麵槍都很不好 好 來囉 來 先看好 蘋果 我們要在這個炸這個 做這個蘋果甜甜圈的時候 我們就先把蘋果放到蛋液裡面 放到蛋液裡面 讓它均勻的 這個蘋果整個都吃到蛋液完以後 再放到麵粉上面 先裹一層麵粉 那這個麵粉要用低筋的麵粉 低筋麵粉 之所以要用低筋的麵粉 原因是因為它炸起來比較酥脆 是 好不好 你看 因為通常低筋麵粉都是拿來做 那個就是吸點麵包的 是 吸點的 蛋糕之類的 然後沾好了 都是麵粉完以後 我們再放一次到蛋液裡面 再放一次蛋液 再裹一個蛋液 再裹一次蛋液 你看趙哥在轉那個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溜溜 對 很溜溜的感覺 我們剛剛壓低筋也壓得很好 那個是那個器具好 是以那個小法寶好 對不對 好 然後再沾剛剛打完好的麵包粉 是 均勻的給它裹勻了以後 就可以放入油鍋裡面 油千萬不要用高溫的 是 低溫 也不是 中高溫 中高溫 因為如果太過高溫的話 很容易讓外圈的這個麵包粉 馬上澆掉 了解 然後裡面的蘋果還不夠軟嫩 是 所以用中高溫的火去油炸它 你看 這個部分好了以後就可以炸鍋了 OK 是的 好 其實還滿簡單的 非常簡單 就是把東西然後蛋液這樣裹一裹 然後麵包粉 我覺得滿感動 因為趙哥沒有去外面買麵包粉 他是直接用自己去修飾 對 好 而且趙哥也適合一些簡單的東西 沒有啦 你比較適合 其實在炸這個金黃色的這個 蘋果的甜甜圈 其實要年紀大一點的孩子 他們年紀太小 要不然他們像國中生 他們對這個鍋具的掌控 火候比較掌控的話 他們來做這個 其實親子的關係是非常好 了解 那營養師幫我們講一下 這一道料理的營養價值 還有油炸的東西 到底適不適合小朋友吃 好 今天說實在的 趙哥這一道料理 因為現在小朋友 其實很喜歡吃甜點 對 那吃甜點你在外面買 反而你不知道外面的來源食材 或麵粉它安不安全 或是胃不胃生 反而我們用我們原本水果 而且今天水果 因為台灣的蘋果其實也滿甜的 對 好吃 所以等於是我們用水果本身的甜味 來取代一些精緻的糖 然後加上其實趙哥 剛剛有提點一個就是說 那個蘋果其實特別要跟媽媽們講 如果蘋果要給小朋友吃的話 今天你不管打成果汁或做成料理 其中中間那個籽其實要挖掉 一定要挖掉 因為那個籽其實有點苦苦的 苦苦的其實帶一點清酸的成分 如果小朋友就是每天吃這種 有點籽的話 很容易拉肚子或肚子痛 真的喔 大人反而會覺得好像沒什麼 可是小朋友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針對小朋友的料理 蘋果籽一定要挖掉 所以其實這一道我只能說 它可以取代甜點 就是說至少比在外面買 甜甜圈 它來得健康了解 好 我們剛剛在外面 已經有炸了成品 我們拿來給大家看一下 超美的其實 很像洋蔥圈 就是粗的洋蔥圈的感覺 對 這個味道是非常好喝的 這看起來好少女的一道點心 跟趙哥就是有一種 強烈的對比 強烈的對比 但是也滿可愛 因為你今天穿的是粉綠色的 對不對 對喔 是 對 算啦兩位 這就是脫離心嘛 蛤 脫離心 對 但是我是還滿想要知道說 今天兩位的PK 到底誰才會獲勝 到底是趙哥的甜甜蘋果圈 或者是小梁哥的香品薯泥沙拉 會獲勝 我們待會兒 馬上小小美食評審時間開始囉 好的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的評審時間了 四位小朋友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吃甜甜圈了 他們指定 他們指定說想要吃甜甜圈 是 是 但是他們要說吃甜甜圈 我們就偏不要 我們就給他們薯泥沙拉 好不好 先吃小梁哥的 小梁哥姿姿的這個好不好 先吃這個沙拉 等一下再吃甜甜圈 還有呢 好 好 你先吃這個 這邊有沙拉 有蘋果 還有愛心的那個小黃瓜喔 我們的Jasmine 已經先把那個鳥巢拿起來吃了 不要只吃那個喔 那個沒營養要吃沙拉 什麼沒營養 有啦 脆脆就好了 很好吃 對 可是沙拉是比較有營養的嘛 對 好 小朋友現在都在吃 這個好吃嗎 像什麼 像 麵麵 麵麵 像餅乾 那你吃一口這個好不好 吃一口這個 一口喔 這個配 這個配麵麵一起吃 哇 好棒喔 好厲害喔 你好 Rachel OK嗎 你剛有吃的麵麵了嗎 那你吃一口這個好不好 沙拉 沙拉好吃 有營養 沙拉很好吃 那我覺得這道料理感覺上像是 我跟姨李會喜歡的 對 我覺得這道料理蠻好吃的感覺 對啊 對 這倒是很那個 就是女生會喜歡 對 你有吃嗎 沙拉有吃嗎 有這個耶 這個沙拉有吃嗎 有喔 好 瑞兒有吃了嗎 沙拉你是不是沒吃 是不是很好吃 不行 不能換 還不能換 還沒有 你看大家都還沒有換那個 對 這個先吃一口 我不好吃 好好好 那個不一定好吃喔 好囉 請參賽員不要干擾平衡 對 好 比賽要公平 比賽要公平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吃甜甜圈囉 想吃甜甜圈嗎 想吃 都沒有聲音喔 反應很冷淡 對 好 開始吃甜甜圈 他還在吃麵麵 好 甜甜圈 換甜甜圈 吃完 喔喔喔喔喔 好厲害喔 大口一點喔 大口一點把它吃完 餓喔 甜甜圈 甜甜圈 你喜歡麵麵對不對 這位大哥喜歡鹹食耶 來 甜甜圈來吃一口 快點 好 桌上了 我等於 桌上了不要吃 快點 好 這個 這個 啊 好 甜甜圈好吃嗎 好吃 還想要嗎 還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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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用那麼膨脹 沒有關係 好 那接下來 Rachel你還沒吃對不對 那你幫儀佩姐吃一口甜甜圈 好 有嗎 有 她吃了 好吃嗎 好吃 好 那你可以投票決定了嗎 因為你知道四吃緣 通常就是吃一口 大概就 心裡可以投票 但是儀里剛有幫我們吃過 來預測一下 到底是趙哥的那個炸的甜甜圈 跟小梁哥的沙拉 哪個會獲勝 薯泥沙拉 我剛剛也是先吃鹹的那一道 那鹹的那一道 其實我覺得小梁哥那一道 還滿有層次的 對 因為它 層次喔 我沒有層次 因為它其實脆脆的 然後吃它的菜 然後不是你的人 是菜 我先強調一下 因為它其實 沒有 講講你的食物 好 因為其實它的沙拉醬 我覺得很像大人的口味 就是它其實是比較偏酸的 對 然後它鹹鹹的這樣子 那反而它的 到底是趙哥的那個炸的甜甜圈 跟小梁哥的沙拉 哪個會獲勝 我剛剛也是先吃鹹的那一道 那鹹的那一道 其實我覺得小梁哥那一道 還滿有層次的 層次喔 我沒有層次 因為它其實脆脆的 然後吃它的菜 然後不是你的人 是菜 我先強調一下 因為它其實它的 沒有 講講你的食物 好 因為其實它的沙拉醬 我覺得很像大人的口味 就是它其實是比較偏酸的 然後鹹鹹的這樣子 那反而它的那個麵體 我剛剛吃麵體 它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那小朋友可能會喜歡 脆脆的感覺 對 但是趙哥那一個 我一吃 雖然它放冷了 可是一吃其實還是很甜 然後它的味道其實是很香的 真的喔 對 它用麵包粉絲下去炸之後 我覺得它是比外面甜甜就更好吃 所以我預測的是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比較偏甜的 那我們兩個應該會喜歡是 小梁哥那一道 所以如果以我跟以李的口感的話 應該會選小梁哥 那是小朋友喜歡甜甜的 所以可能是趙哥 對 這就是你們的出口名調 不是 不是啊 不是 重點是我們要來看看 今天你會不會兵敗如山倒 不可能 真的喔 搞不好有人會投你一票 謝謝 因為你那個脆麵啊 感覺可能站上去 那個Ryan都喜歡 對 好 那就Ryan先來投票好了 好 Ryan來喔 好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嗎 決定 決定 你看 你看它到現在 唉唷 卡住了 好好 可以嗎 好 要投票 右邊那個啊 甜甜圈圈 就是娛樂 對 然後左邊那個是沙拉喔 沙拉就是你該投的沙拉 下面有脆脆的面面的那個沙拉 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嗎 有喔 好 Go 看到沒有 看得出來你這個孩子口味 跟一般人不大一樣 你不要對小孩生氣 有多遠你就走多遠 幹什麼 幹什麼 不是 我叫他好好走 對 好 來 換若宇 若宇來 好 加油 決定了嗎 決定了 我跟你講 若宇我也知道他要投什麼 他超愛吃甜食的 來來 投票 他超級無敵愛吃甜食 他甜食控好不好 有成就 這學校有什麼問題 答給叔叔 他可以幫你出力 好 接下來換 Rachel Rachel 來 Rachel 你已經決定好了嗎 左邊那個是有脆脆的麵喔 右邊是甜甜圈 你知道嗎 這個是甜甜圈 那邊是有脆脆的麵 脆脆的麵就是你該投的喔 OK 好 口票 先前前一跳 以後可以當總統了 以後長大當總統 不錯 好 來 後號換Jasmine 最後一位 Jasmine 對 她是我們的評審長 是喔 她最會講話 所以她每次都最後投票 你的裙子 我幫你穿高一點 現在有這樣嗎 OK 沒有 因為她麥克風太重了 她不能穿低腰的嗎 不是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可愛 好 評審長決定了嗎 決定了 你有覺得很難投嗎 沒有 表示說她心有所屬 而且 那個你想投的那個 比另外一個好吃很多嗎 太太 真的 好傷人喔 來 看看Jasmine會投給誰 吃啊 這怎麼好意思 怎麼會有這麼錯誤的觀念呢 沒關係 沒關係 不錯 謝謝Jasmine可以回座了 好 那個小楊哥對於今天的結果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些小孩 長期就處於在一個 這個暴力的威脅 所以說他們投的票 難免有點不公平 不說八道 對 剛趙哥在做料理的時候 旁邊兩位小幫手 怎麼就是你趙哥超人的 然後一句話都沒說不信 不是 因為不信你自己去看 我們剪出來的那個結果嘛 但是我真的覺得啦 互動方面 趙哥今天是有用一點 小巧思跟小心機 因為小朋友喜歡吃甜的 對 所以就投其所好 而且油炸的東西 小朋友最喜歡 對 好 但是我不得不要幫小楊哥說幾句話 因為沙拉其實我覺得很適合 譬如說媽媽 爸爸也都很適合 所以重點是呢 大家要多吃蘋果啦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晚上酷酷早 多吃蘋果可以保護我們的健康 今天謝謝小楊哥 謝謝趙哥 也謝謝依靈 謝謝 謝謝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